K线原来如此 在您领先消息面 大家好我是万象和 今天的这个台湾股市表现的算是还不错 虽然说今天怎么样呢 对岸的一些军事演习 但是跟大家讲整体走势算是还不错 我们来跟大家讲什么呢 讲说辉达的营收大增262 这涨幅非常非常的夸张 再来鸿海跟AI是不是准备要来继续冲了 那这就是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其实最近走势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原K线的口诀 带大家来解析个股 叫做周线看大事 日线来找幅度 小时找撑压客分进出点 那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套方式 你就能够很清楚 到底现在是涨时还是跌时 你就不会在最高点 那我会一步一步带大家来继续来看 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先来讲辉达的营收 辉达营收第一季大增262 盘后 在这个昨天美国股市收盘之后 正式突破1000块美元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个也算是又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从这个今年开始 辉达股价已经涨了多少 涨了91% 那你会想想 这个涨幅也是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辉达美股的这个部分 涨幅已经接近一倍 是今年 还没有说去年 所以整个涨势跟走势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在前几集的节目 我讲说辉达什么 在财报公布之后会怎么样呢 可能会喷出 这一次营收跟获利双双超出预期 所以导致盘后股价直接大涨7% 那接下来他有一些新的计划 是什么 你股要变成10股 比如说台积电你一张的话 你可能就变成10张 你买10张他就直接变成100张 那这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其实以往的经历来说 像特斯拉之前也有拆分过 那拆分之后其实股价还是更容易的往上做上涨 资金会吸引更多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持续来看 那我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那其实他这个美国股市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过现在股价真的是非常高 一股要1000块美金 就算拆成10股 一股要100块美金 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大家可以也是当做看一看就好 我们参与一下 那既然这个辉达开始起飞 那今天台湾个股有很多带动 对不对 有什么被带动呢 像这个奇虹 光宝壳 整个涨幅都算是蛮不错的 那基本上像昨天我跟大家讲 所罗门的部分 今天也是在创了历史的新高 再来是什么 高价股为瘾 也是继续的往上涨 这边整个涨幅都很不错 另外鸿海的部分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准备要往上继续冲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 一直在告诉大家 你可以赶快来注意一下鸿海 鸿海的走势 还没有涨完 这个我绝对都有说过 那大家可以看看我前几集的节目 都有不断的来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还有computers即将要来到 对不对 那整个话题还会持续延烧下去 到时候会不会又公布更多的新的科技 带动整体走势 我相信是会的 尤其是所有的大厂 包括高通 包括这个辉达的黄文勋他也会再来 还有AMD的这个执行长 舒之锋他也会来台湾 所以告诉大家到时候就是一个盛会 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 因为这个电脑展上面很多的科技 可能不会马上有这个商用的产品 但是你就会发现可能在五年后十年后 这些产品都会进入到你的生活 趁现在进去做布局 那我相信 你在这个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内 很丰硕的这个收获 那我们一样的先来看 同海的涨势 目前还是在什么 盘整市走完到今年的三四月份开始 开始走上涨势 那这个格局没有变 一定要认清现在是什么走势 现在我们用周线 先带大家来看大市 周线现在大市叫什么 叫做上涨势 上涨势也没有改变 也没有出现强烈的回档 所以走势都还在持续下去 好那再来是看日线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宏海今天的这个日K线 是什么呢 是黑K 但是他今天是跳空往上做上涨 一度盘中有往下压回的情况出现 但是收盘又收回去了 留下一个长的下影线 那表示什么呢 中间盘中过程的下跌 都是什么 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才会留下下影线 收盘的结果代表一切 代表一切 这叫做结果论 今天收盘是收上去的 表示大家其实是认同 早上跳空开高的结果 所以明后天也许还有机会继续往上 你就看到他开始往上做一个上攻 甚至突破最近的这个高点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一个期待 那我会持续帮他做追踪 那宏海目前的走势啊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还没有走完 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往上做上攻 另外讲光宝科的部分 光宝科也是最近非常强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光宝科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光宝科今天呈现一个叫做补涨的状态 从2023年大概是4月份5月份 就像去年这一波的AI的浪潮 开始往上涨 这一波就叫做上涨时了 非常非常的明确 然后涨到7、8月份的时候 那一波后来很多的AI开始出现一个回落 光宝科基本上是从75块附近 一路涨到174块 一直涨几个月的时间涨了 100块钱的这么多 所以他涨这么多的状况 很多的大型法人会在这边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你就会看到上面也出现非常多的大列 然后开始出现一个叫做下回的走势 这个下回走势走完了之后 又会重新进到盘整 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今天特别要挑出来讲 这个涨停板对现在走势来讲非常的重要 他直接快要把这个走势 准备回到这个盘整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他有可能开始出现更强的走势 尤其现在Computers会有题材 整体未来的这个营收 都注重在这个AI伺服器上面 那他们对AI伺服器投入的这一块 其实算是很多的 一般新闻媒体可能报道比较少 但是其实包括机柜的部分 还有他的整体机柜的散热 都有在做 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尤其他是涨上去之后 开始下回回档重新进入盘整 那大家要记得 我们买股票要买什么 买股票一定要买在盘整 不要上涨去追 那你可能赚的也不多 而且还要面临风险 那就尽量不要这样去操作 在这个盘整式进场去操作 其实是最好的 或者是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你进去做一个买入 这样对你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光宝科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上涨非常非常的强 日K线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是跳空往上之后再往上涨 而且是有带出成交量的 今天成交量有11万张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光宝科未来是有机会 能够持续上工的 而且机会非常非常大的 这边就提供大家做参考 那今天跟大家看 另外一张股票是什么 昨天5月22号有新闻讲说 星星失火 从2020年10月份开始 已经第四场火灾了 然后呢 这个网友就讲说 一次火灾能说不小心 二次还有改善空间 你已经烧了第四次了 尤其这么短的时间 你连续在失火 你失火反而股价没有跌 叫做什么 叫做旺道发卢 那今天星星的股价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事先看这个周线的部分 周线其实你可以发现它是在什么 还是在盘整式当中 老师尽量挑股票 不会告诉你 股票涨了很多 老师今天才跟你讲 对不对 那就其实讲那些 你看我的节目去追 我觉得我对你不好意思 你可能会买在高点 对不对 我们尽量不要做这些事情 那今天会特别在跟大家讲 轻轻易解 是因为这个新闻 大家看一下周线叫什么 在盘整式 对不对 但是我们回到日线来看 是什么 这个涨幅算是还蛮不错的 大概从四月中 这个波动盘整的区间 今天把它推回到最上缘了 推回到191块了 你看昨天有新闻讲说失火 但是今天还大涨 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失火对公司的影响很小 你会看到这新闻出来 他今天又大涨了呢 因为接下来我是认为 新兴有机会走出盘整区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看 好最后看一下加权 今天到哪里 今天又创新高到21668 那整个走势很不错 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 台股天天创新高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趁着回档 赶快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还是跟大家老话一句 我们从去年11月份开始 就告诉大家看23000不变 那我们不会一直跟你喊到3万 我们先看23000 到时候这个整体状况会什么样 都不知道 对不对 不会跟你乱喊价位 好但是目前以这个整个走势来看 23000是绝对能够达到的 我还是持续强调 我们看23000的看法不变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继续的找机会 把握机会 还是有很多股票是值得你上车的 千万不要浪费了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还要按赞咯 那就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